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打等超高国民度代影成为世界顶舍万表品牌大使 负面新闻也是少见 排名榜首也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他 范冰冰竟能下滑到第八名 挺出人意料的 在2017年公布的福布斯收入排行中 范冰冰以3亿元的收入位于国内一人收入榜首 但就在今年上半年月经历崔永元举报税务问题 国家对影视从业人员签订阴阳合同中的涉税问题 依法开任调查核实 范冰冰就开始销声匿迹 至今还没有音讯 所有行程也都取消 由于负面新闻往生 一些品牌商与范冰冰结约 像国际知名钻石品牌戴比尔斯等等 由于很多电影未曾上映 直接损失可能达到上亿元 7月最新榜单排名最新的榜单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冰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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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冰冰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